佛陀的一切自治 你唯有佛陀的圆满智慧 不但可以自立 更可以圆满立他 同样的各位回光返照 这几点你自己都要做到 你都要做到 因为你做到 你才能够自立才能够立他 孤节爱和 起大慈悲 舍离 贪拙 可养佛制 你要这样背 这一点我都要做到 影响周围的人做到 你所有的行为 都希望别人做到 第九 为令一切众生 月度生死大旷野故 所有众生就像这个大沙漠里面 生生死死 太痛苦了 所以各位你要经常去思维 就像我那时候要出家 家里一直问我朋友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说我的爸爸 妈妈年纪大了 他们将面对老病死 很痛苦 我再多的房子 再多的钱 那只是一个对他一个 暂时的保障而已 不能让他脱离生死 对我有什么生命有意义呢 我根本不孝顺的人 我来修行出家 我爸妈还不得不 不得不研究研究佛教 不得不去了解你为什么要出家 至少为他们修行 那为父母就是为众生 以为父母的态度来为众生 所以我现在老实说 对我自己父母而言 我心里非常平静 他们都去净土了 对不对 清明节到了 阿公阿妈有没有去净土 阿祖有没有去净土 你也要很认真 对不对 那你能够对 对现世父母 妻世父母 历代祖先 非常的尽力 那以这样的尽力的修行 回向给他们 你就有能力 也要尽力回向给众生 第十 为令一切众生 爱要诸佛 胜功德 佛的功德是在一种 空性大悲的状态 殊胜的功德 希望大家追求 也叫成佛的功德 那你叫 叫符合一个圆满的动机 大悲心 善根回向众生 同臣佛道 一点都不执着的空性 所以我这样念 希望大家讲 原来原来 我们行菩萨道 作为一个大称的佛弟子 那我们想的都是 一切众生 那他达到 什么样的状态 第十一 为令一切众生 出三界尘固 三界六道 是痛苦的 欲界色界 无色界 有贪 有称 有吃 贪是欲界 称是色界 吃是无色界 所以贪称是由来自于 无名我智 那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自己要不断的做事情 这个是你的贪嗔痴吗 如果你还是在这个贪嗔痴的状态 那你怎么可以让众生出三界尘呢 第十二 为令一切众生 入一切尘固 一切自尘固 就进入佛的 佛地的状态 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所以愿大家都在一个佛性的圆满菩提心 第十三 菩萨以如是利乐诸众生等种种利益 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大家都真正的想要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你知道有前面这十二项的正确的发心 为之菩萨 云和学菩萨行 云和修菩萨的 而能色乎一切众生 为助众生做一子处 这个就是善才童子问菩萨 我已经这样做了 发菩提心 怎么样能够更圆满 要替我们问 那当然 菩提心是要清净善之士 那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 第六 来 发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世人难得 若能发心 世人则能求菩萨行 心无动转 执欲善之士 心无厌足 清净善之士 心无劳眷 成事善之士 心无忧期 供养善之士 终不退转 爱念善之士 终不放舍 可养善之士 无战歇息 求命善之士 无食田子 行善之士 叫未曾带舵 禀善之命 心无务时 好 那我们就 再读一个地方 请各位翻到 三百四十九页 当然佛陀从各种方面 告诉我们 善之士 那是发菩提心 要帮众生 怎么做呢 三百四十九页 第二行 二十七 菩萨 念悯众生 安住大慈 所以 念悯众生 是因 因为我们看到 众生的痛苦 所以我一定要 让众生快乐 安住大慈 以慈为主 具足慈力 那有慈心 还不够 那各位要 具足慈的力量 就像你 跟你儿子说 儿子你要干嘛 我开公司 好吧 爸爸投资你一千万 这个叫慈力 你要有钱 慈力就是你要 展身实力 能够让众生 达到快乐 的目的 如是令助利益心 那帮助众生以后 那让众生 安住在利益心 安乐心 安民心 射受心 守护众生心 常不舍离心 把众生苦 无休息心 带众生 恒受苦心 令助众生 助安乐心 所以菩萨 要发起 对这样众生的心 第一 为令众生 舍离一切 障改 残薄 得自在故 那如何让众生 得到快乐 那你要让众生 知道 他的障碍 在哪里 他放不下 是哪里 这样才可以 得自在 第二 为令众生 就尽安乐 于诸众生 得自在故 那发菩提心的菩萨 想的就是 如何让众生 究竟安乐 于诸众生 得自在故 三 为令众生 永断 如草慢 言 滋长 生死 心故 所以 当然 所有的众生 都有他的 对世间的 一个想法 放不下 最近我知道 有一个菩萨 非常有钱 但是他已经 大概是摸起了 要走了 但是钱对他 没有用 他现在想了 怎么办 我这三四个小孩 怎么办 这个就会 伤害到他 那我们要怎么样 跟他说明 如果你能够 放下这个执着 你就可以很快 往生净土 不然你的病苦 会多拖了半年 一年 很苦的 虽然你有这个爱 但是你往生的净土 你才知道 你的力量 比活的力量还大 对不对 因为你活的时候 这种残缺 病苦的身体 你家里的人 看了就很痛苦 反而伤他们的心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 全然的放下 往生净土 升天也好 那你现在就开始 吃素 你会布施 归一三宝 那你要跟他 讲得很清楚 不然 那你这样子 双方互相折磨 非常痛苦 互相爱染 互相折磨 互相对抗 那你要对抗到什么时候 那死了以后 又走不开 走不开以后 这下变成鬼住在家里 那你全家 就会染上你身上的病 记得 这个往生者 如果是胃癌 他不离开他家里的人 他家里一定有人得胃癌 一定有人得胃癌 因为他这样的心念跟业力 就会 就像各位你去 接触一个轨道 那你身体会 会感受到他的苦跟阴凉 会起鸡皮疙瘩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冤心在主 祖先没有超度 那就会有伤害 那各位这一点 你至少告诉自己 我死没关系 我不要影响我的家人 对不对 我不要影响我周遭的人 那你不但不要有坏的影响 还要给他们好的影响 那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已经在净土 你在天道 你都可以给他们很大的 世间的福报 如果你在净土 你可以给他们净土的伐喜 那多好 第四 为令众生永断 如何相续留住 劫死心固 所有众生就是因为有这个 我们佛教叫死劫 有这样的这种劫 就会使得你去造烦恼 生死轮回 我们要如何断掉 为令众生永断烦恼 习气心固 烦恼是当下的贪嗔痴 那习气是长远 像涉利佛 涉利佛啊 他平常讲空性的 但是他的内心里面 还有称慧心 所以有一只鸽子 到涉利佛旁边还会发抖 那这个涉利佛 鸽子跑到佛陀的脚下 就不会发抖 那涉利佛就问佛陀 佛你也是阿罗汉 我也是阿罗汉 为什么这个鸽子 看到你就不会发抖 那因为涉利佛不知道 成佛才是最重要 而不是阿罗汉是修行的旧禁 阿罗汉又习气了 但是所以我们要成佛 基本上要断烦恼 才有解脱 进一步还要断习气 第六 为令众生 注意法性及禁心固 万法的本体 就是空性 无有分别 如果你能够注意这个法性 那你内心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好跟坏 没有什么痛苦 第七 为令众生 勇习一切不善法故 如何推广道德 因果 不要去造恶业 为令众生结生死流 入法流故 生死流是苦的 法流是解脱最后成佛的 为令众生入生法界 心无退转 什么叫入生法界 下地狱 到天堂 到有轮回的地方 都愿意深入 不入虎山 冤得虎子 去度他们 而心不退转 好 那请各位翻到 三百五十六页 这个也很重要 慈悲喜舍 四五亮心 在《宝语经》里面写的 那什么叫慈 什么叫悲 那我们读一下 悲心很重要 三百五十六页 二 菩萨成就十种法 而行于悲 何等为时 一者 见诸有情 无归 无户 受苦恼者 极其安命 发菩提心 二 发菩提心 以勇猛精进 素入法性 三者 入法性 以饶意有情 四 为坚令有情 令其不失 五者 为毁尽有情 令其慈悸 六 为称害有情 令其忍辱 七者 为懈怠有情 令其精进 八者 为散乱有情 令其敬虑 九者 为恶惠有情 令其智慧 十者 虽为有情 受诸苦恼 自闭拔记 无有疲验 于大菩提 终不退转 善然指 菩萨成就此十种法 是名修悲 自信 这个悲心本来就在自信里面 只是被你的烦恼 业覆盖住了 但是你透过这样 你才可以恢复你的悲心 所以一开始 第一 发菩提心 第二个 发菩提心以后 那你要断除我职 那你断除我职以后 第三 入法性 饮有情 要开始帮助众生 那帮助众生 要帮助什么 就按照六度波罗蜜 去帮助众生 这就是菩萨 修悲心 那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经常这样看经典 那你就知道 我们修行 应该怎么修 所以 你应该规定 我一天至少要看一本这样 你要一定要排除时间来 因为不难的话 生命就一直过去 我最担心的是 因为很多菩萨 信徒跟我聊天 我可以从他聊天 跟做事里面 发觉 在法上 他并没有增加 没有入法流 他还是在自己的想法里面 身体老化了 特别我现在 姑姑 看各位一遍 你一遍 都老很多 你也老 我也老 棺材买好没有 但是 如果你有佛法 你的心是年轻快乐 身体这个老化 只会让你更精进而已 对不对 体悟无常 所以我要 更精进 累积功德 广结善缘 所以我离极乐世界越来越近 我离成佛也越来越近 对不对 所以 那在这一点 我只能说 劝各位呢 多 思维佛法 像我这个没时间的人 因为我事情多 一般我下来 那个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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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在电话里面 还有很多事情 等我判断 如何如何 所以 甚至现在很多 在急诊病了 他们 他们又想办法找到我 要我帮他回降 写牌位 但是我告诉自己 我当然会把它全部做完 但是我 无论如何 我自己要深入金帐 所以我每天 无论如何 我就会看经典 而且看 过去没看过了 然后呢 没看过了 把它 甚至重点 我用现在手机 拍拍拍拍拍拍拍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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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我执啊 法执啊 那你就没有再精进 精进就是要不断不断的 广学一切佛法 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念一下来 卑至双运 成为生命 好不好啊 我们回向一下 等一下要来做排位的回向 这样过一天快不快乐 就是如此而已 这个还是静态的 还不是动态的 我们还要故意找一些生命 来放放啊 做做烟共啊 希望各位 多去老人院 孤儿院 学校 有人的地方 有苦难的地方 去帮他们啊 像各位现在有车很方便 你就开车 就开开开开 开到他们那个养牛的地方 远远的给他停一下 做个课 帮那些牛念上归椅啊 对不对 然后呢 默默地回向给他 把他看 因为你的眼睛代表佛的眼睛 佛看到这些牛 哎呀 这个心念在想着他们 因为你代表佛 念阿弥陀佛也好 念经典也好 你代表佛 在为这些动物道 为这些往生者 为这些满神 雅功 你都来帮他念 像我每次去福德庙啊 什么神庙 我也会在那边念 为什么 凡是所有来拜这一尊神的 除了得到神的保护 虽然他是世间的神 但是也得到你佛法的 因为你已经供养这一尊神了 你把你所有修行的 对三宝了解的功德 念一下 恩阿弘 你供养了这个神 而且你也把你的菩提心 告诉这一位神 我是一位菩提心的修行人 恩菩提吉他 穆德巴达亚密 你要显现菩提心 给这位神看 因为这个神 有没有菩提心啊 众生就有福星 对不对 神就会变成一种 用菩提心 来守护他的信徒 因为没这么多信徒 所以太祝亚太祝亚信徒 麻祖麻祖 像台湾在 在迎麻祖还蛮热闹的 对不对 那天我们抬一个佛祖了 没有人要挤来挤去 很寂寞的佛陀 因为台湾的社会不一样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麻祖娘娘 恩阿弘 令众生 见麻祖 得佛功德 因为 你末娘也有佛性 他也是菩萨 福德正神 搞不好是十地菩萨 对不对 台湾人在拜什么 都可以 所以各位 一样 现在在媒体上 有这么多 哇 这么多 人物 每一个我都给他 不管你选哪一个都选到佛陀了 为什么 因为你供养他 所以各位你回向功德无有分别 你不能说这个我喜欢回向 这个我不喜欢 他不要上 我认为凡是有影响力的人 你都要回向给他 所以佛陀说上报是从恩 你回向给有影响力的人 超过回向给父母的六倍 因为父母只有影响你家里 这个有影响力的人影响很多人 对不对 他是个市长 他是个县长 他是一个领导 他是一个大总统 他是个大会长 院长 你都要回向给他 无有分别 因为很多人依靠他 所以我经常去监狱 我都会跟监狱典狱长拍个照 我要他的相片 因为我要回向给他 典狱长天天在监狱 我一年才去看他们一次而已 透过这个典狱长 大家都尊敬他 大家必须听他了 那典狱长代表佛陀在那边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你要把功德 灌在这个典狱长身上 老实说了 就像各位早上在灌顶 好的灌进来 坏的会不会跑出去 这是自然的 你不要去管他坏在哪里 对不对 光明借题 进去所有业障烦恼 去消除 可以带着众生 我们守八观再戒 所以你要灌给对方 那这样多去观想 甚至你给他念完佛以后 像我再跟各位这样 我们一起念这个 我们也没有得到 菩萨摩托萨的灌顶啊 种下善梗 对不对 你大概不会讨厌那一句话 不错 不错就是随喜了 你愿意慢慢去实践他 你就慢慢实修啊 那我们自己的念头 就不断的在提升 我们就离佛的心 越来越近 最后要经常读佛经 思维佛法 你的佛的心越来越近 佛越加持 你的愿力就越来越强 念一下 法会功德 会像98岁者 乌张欲业 意思是说 他98岁了还失智 还没有往生 苦不苦啊 长寿也是苦呢 长寿也是苦呢 所以佛教没有长寿 短寿的想法 无寿指向 佛教是希望啊 能够利用我们短短的生命 体悟空性 圆满大悲 不退菩提 那个生命就永恒了 生命就有价值了 所以来 愿所有老人失智者 愿所有老人病苦者 同享功德 临终无障碍 同生净土 我们希望一个老人活久一点生病 还是希望他不要生病赶快走 不要 就像我爸爸一样 爸爸你快走 你快走 我爸爸 我爸爸在我送回来住的地方 半个钟头绕完佛塔就走了 阿弥陀佛 放下他的身体 不然再来大手术在后面等他了 因为所以我那时候求啊求啊 爸爸放下 佛力接引 把他拉走 所以绕佛塔功德很大 就用轮椅这样 抬着那个 绕三圈 一直给他讲佛法 那就走了 放下 这还不容易 再来 法会功德 回向病苦者 王明雄 汪九美 蔡红林 林鸿明 消除病苦业障 回向冤心债主 同享功德 回向往生者 无需精英 罪障消除 同生净土 回向我们湛江法师 没什么病 喉咙发炎 对他就很重要了 因为他是 维挪 所以 希望他身上的 云青在主力苦 希望他恢复 漂亮的声音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程 还有一张 法会功德 回向 他是呼吸衰竭往生者 这个呼吸肺炎 就是来自于脾气 脾气很大 压抑 没有发出来 发出来变心脏病 压起来变肺炎 你要选哪一样 不要发脾气 不然你会憋死 无有气好发 所以各位 你心里很难受 讲出来给对方听 这样叫不要发病的情绪 我告诉你 我现在心情不好 这样可以 你可以讲 我对你这个做法 不太同意 谦虚的讲就好 对不对 我只是跟你表达 我没有生气 那是让对方有机会 跟你聊一聊 这样就好了 那当然我们也要学习 倾听 而不是压抑 很多人都一直压抑 他不想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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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胃癌怎么办 那时候你不讲都不行 所以沟通交流 对不对 或是说 你相信佛辣 那我就所有 跟佛陀讲就好 对不对 佛陀没有问题 佛陀会了解你的苦难 会给你对峙的方法 所以来 回家往生者 于药战 所有肺癌 呼吸气管疾病 肺炎 死亡者 同享功德 同身净土 愿意持功德 庄言佛净土 各位要观想 不要光念 有时候我们用唱的 我们大家的共善业功德 今天你来参加法会 我们放了四部渔车 每个人都救了四部渔车 经典说 你只要救十三只生命 就可以消整辈子的业障 何况是 大家救那么多 有没有看到一千多只鸟啊 哇 那一幕都放在脑袋里面 好不好 心情不好 想了那一千只鸟 即使 又不是 ro Army 除非 我们不动